好我們來講一下就是這個Google家的這個部分 我問一下有沒有人看過Google家 沒有都只有去全家而已 因為大部分大家用的都是Facebook的比較多 Google家大部分用的在台灣至少我看到的應該用的相對少很多 但是它現在也有一個功能很不錯 我剛剛也有看到很多人在拍照拍照拍照 請問你手機的照片沒有整理過嗎 還是你認為記憶體無限大 有些人如果比較常用像我比較常用錄影的 其實我們那個手機的記憶體大約是8G、16G或者是32G 除非你是在另外加記憶卡 那通常再大可以差不多64G應該就很大了 可是如果你比較常用就是那個錄影 或者甚至你平常拍的那個解析度都很高的話 就是那個像素啊 請問一下 數位相機的 就是應該說數位照片的那個像素是怎麼算出來的 還是你都是去那個買的時候跟老闆講 老闆想賀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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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賀 我們的像素其實很簡單就是長陣寬 所以現在如果你是3200多 甚至2200多的我們就號稱就是600萬像素或700萬像素 它無界限是整組喔 所以就是概率 就是幾百萬幾百萬這樣子 那標準的如果是300萬像素就是一張大概1MB上下 500萬像素一張是1到2MB 700萬的可能就是2、3MB 因為我們牠會牠說 所以不見得是每一張都一樣 但是你這樣一直存一直存也是 有一點機體會用掉嘛 對不對 所以請問你都怎麼整理你的數位照片 不管在工作上或生活上 還是你都只在AMP有傳出去 其實各位你要注意一件事情 你分享在AMP上面的照片 它本身事實上會縮小 有沒有注意過 反正在螢幕上看起來有就好了 不行 因為你可以試看看 當你把價格傳到FB之後 你再把它存下來 你會發現尺寸小很多 因為它當然要縮小 不然的話它拿頭的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大部分存價應該 大概都在1064像素裡面 1064像素裡面 所以你的原始檔 不能因為放到APP 就這樣 就刪掉 那列也有位 那相對的 你要怎麼去整理 最近呢 這個 還有推出一個 就是Google家的一個服務 Google家的相片 相片 相片 自動備份的服務 這是一個APP 那電腦發布 電腦發布 要清楚 Google加的話呢 您先可以從這邊看齁 我從這邊 我給您看一下在這裡 這是Google加的首頁 首頁 那麼你可以從這個地方 你就是按這裡齁 它其實就是按這個地方 有沒有看到這裡會加 對不對 你有登錄過就會有 好 那你可以從這裡就可以看到有一條相片 好 像這個是我們這兩天去那個 埔里那個叫岩氏牧場 草米村那邊啊 鐵仔露營 露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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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變成這樣 小西城河 我看一下 那麼你可以看到像有的有沒有 它有沒有自動幫你做成這個 它會有一個叫做精彩 叫什麼 精彩激景 也就是如果你的照片是屬於連拍的 有沒有連拍的 有對不對 它會自動知道說 欸這個是類似的 會自動化你變成一個動畫 好 變成一個動畫 那這種的都是照片 那當然我也用影片的 所以如果是影片的 像這個也是 這個是照片的有沒有 好 那影片的話 我看下面應該有 好 不見了 它有一個更多 我們現在看的叫精彩激景 精彩激景就是它會從你的照片裡面挑 因為現在裡面不用錢嘛 大家都盡量拍對不對 那它自動買挑比較好 那麼你滑過最後一張的時候 它應該會有一個 在這邊會有更多 有沒有更多 這裡有更多 按一下 你的全部照片就會出現 全部的照片就會全部都出來 欸我看一下 我有那個影片的 影片的它中間會有一個play的按鈕 欸不能放到台去了 沒有關係 反正就是可以bar 那麼我們Google家 這裡有一個好處就是 它會幫你自動 發光你的照片 自動費用 發光你的照片 跟影片 影片 無限空間 隨便你拍 照片有限空間 有限尺寸 如果你不希望 就是不希望用到你 原本剛剛講 Google是個15G的空間 那你可以就是 透過照片縮小成300萬像素以內的 那就不計算在那15G空間裡面 影片不在這個範圍裡面 就是影片的多少就隨便你傳 但是照片的部分300萬像素 如果你沒有設定 照原資源會員 就會用到15G的空間 好15G的空間 那這個呢 我給您看一下 我們在APP上面的畫面 其實你稍微看過之後 你會發現 因為整理照片是真的有需要 好 我如果叫你直接 過來看我手機 這樣不好 直接在上面看比較快 我放大一點 好 這樣夠大了 看到了齁 你看如果你有裝那個Google家 有沒有 在這裡有一個 那他會裝兩個 一個是這個 一個是相簿 有看到了 好 那你不管是從哪個進去 Google家也可以 我從這個進來 相簿的部分 好 進來了 你按一下左下角 這個地方 這個 這裡有一個那個按鍵 對不對 他就有設定 設定你可以看一下 有沒有看到自動備份 好 自動備份這邊 你把它點一下 你只要啟用的 那待會兒我們會給各位看 像我現在這邊是有啟用的 所以這裡有沒有一個打開的 其實你裝完了之後 他就問你的啦 要不要幫你自動備份 好 自動備份 好你可以看到這裡喔 有沒有發現我現在用的尺寸 我這個標準尺寸 是不是2048 2048 那一般300萬像素就是2048乘1536 好 請問今天 真的有300萬嗎 我們試看看就知道了 很久沒拿這個出來喔 有沒有齁 有沒有齁 2048乘1536 有沒有300萬 所以那個就是長成一般而已 好就是長成一般齁 好 那你這樣了解之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囉 你看到這邊你可以選擇相片的大小 抱歉 這位這位很會找時間 好我從這邊進來喔 還好我有開晶瑩喔 你進來之後他會問你 你要用原尺寸或標準尺寸有沒有 好 預設值是原尺寸啊 所以如果你有需要 你可以改成就是標準尺寸 那這樣會不佔空間 好這是第一個 那麼第二個呢 您可以選擇要備份的時機 所以備份時機就是 你是行動上網的時候備份 還是用WiFi的時候備份 因為有些時候我們是行動上網比較慢 用WiFi的時候比較快啊 所以預設值他備份的方法 備份照片在下面這邊 這裡 有沒有 備份相片或備份影片啊 好我點一個給你看 我點那個備份相片 有沒有發現這裡有兩種 一個透過WiFi或者行動 一個是僅透過WiFi 所以如果你不希望去 當入到你的什麼 就是行動上網的時間 那麼你可以選擇 就是我回家的時候有WiFi 我再備份就好了 這樣就比較不會浪費那個頻寬 就比較不會浪費頻寬 這樣了解了嗎 所以你只要有拍在你的那個相簿資料夾裡面 它會自動同步上去 你再度過架裡面就會同步看到 那當然預設是沒有分享 還是就是私人的 所以你等到你有時間的時候呢 你再錯過這邊 好這個我就先關掉了 來這裡我把它關掉 好等到你有時間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來這邊去整理 比如說這個 可能是拿幾個有沒有 好自己勾起來 然後上面這邊有 複製或移動都可以 你就可以去選擇 我要放到哪一個相簿裡面去 如果有時間的話 啊沒時間的 它預設就會照日期 幫你去做分門別類 你看我們直接 我先不選 先把它取消 這裡 先不選 好我現在不選 它會照這個 你可以從這邊按 有沒有 自己去按照日期去找 好按照日期去找 它就可以幫你就是 先用自己的方式去做相片的備份 至少這樣你比較不用擔心 萬一哪一天 手機壞掉或真的不見了 你的 沒有整理的 很多都在裡面 現在比較怕的 以前掉電話 比較不會那麼在 現在掉電話很可怕 所有東西都在裡面 所以這個是給大家稍微參考一下 這個叫做Google家相簿的自動備份 當然在電腦端也有 可是我想 我們分享就是說 因為各位手機現在實在用的太多 所以你的照片 真的不要因為這樣來不見 電腦的資料你知道要備份嗎 但是手機箱也要備份的